至于国际焦点来关注的是俄乌战争 俄军不只攻打巴赫姆特 现在还往北边跟南边扩大战线 不过在这个布格列达尔之边 俄军折损了数千名的兵力 却没能攻破乌克兰的防守线 进攻没有成果 俄军士兵抱怨 不但没有办法回家乡 还被迫睡好狗 又是新的一天 乌克兰士兵用榴弹炮 叫醒巴赫姆特俄军 射一轮炮弹赶快离开 果然 俄军这轮反击 打中住宅区 没想到还有下一轮 炮声这么大 当地居民却一副什么事都没发生 反倒是记者吓得靠墙逃难 巴赫姆特这边就是交战炮火最猛烈的区域 同时俄军往南北两个方向拉长战线 除了北部库普杨斯克 还有朝南方布格列达尔进攻 想要打出破口 逼退吴军 但其实布格列达尔这边 俄军一点成果也没有 不但没推进 还传出俄罗斯在这边 折损五千金兵 九宫不下 赔了性命 俄军士兵当然有意见 泥水都得喝下去 拦截俄罗斯士兵通话内容 愤怒和恐惧 弥漫整个前线士气 不准回家 只能继续往前冲 俄军为了取得胜利 不择手段 甚至刻意杀害乌克兰军医 美国军医志工在巴赫姆特被炸身亡 CNN访问一双才发现 这不单纯只是漫无目的的大范围轰炸 导弹追踪针对医护 就是俄罗斯战术之一 特别是在前线后送伤兵时 最容易遭到攻击 巴赫姆特军医通常会开英国M113 和乌克兰哥萨克尔装甲运兵车 接送伤患 有时送到一半还得汽车逃难 每个星期都有大约两辆医护装甲车被炸毁 更不用说负责治疗伤兵的夜战医院 昨天我们发现他们在医护医院 和所有党医医院都被炸毁 违离我们都在战争 当我去医护医院 我去医护医院 有很多爆炸 有爆炸 有医护医院被炸毁 所以他们需要更多 他们用的东西都被炸毁 甚至连乌冬一般医院也是二军眼中钉 就算墙壁破洞 窗户炸歪碎裂 随时都可能有飞弹打过来 现场医护还是选择留下苦撑 继续当乌军后盾 TBS新闻最后报道 西方各国现在持续军援乌克兰 美国也评估乌克兰将在春季大反攻 欧乌战争最新战况 在交流记者彭慧云 欧俄战争将戒满周年之际 不管是哪一方 似乎都酝酿要在这个满周年的时间点 来酝酿一波大的进攻 或是防御的行动 来看到乌克兰这边 他们北约各国一起进行的 防务联络小组会议 第九次的会议就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来举行了 现在癥结的要点就是乌克兰的总统 泽伦斯基是开口要战机 但是西方还在考虑当中 倒是美国他们之前的立场是很斩钉截铁的拒绝 不过现在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会说表示 日估乌克兰会在春季发动新一波的攻势 借此反击俄罗斯 那他们会确保乌克兰拥有装甲战力与火力 来达成他们想要的效果 这个是不是为之后可能给战机留伏笔 这个是有待观察的 但是美军的最高阶将领 美军的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秘利就说 俄罗斯不管是在战略战术 还是行动层面上都已经是全盘皆输 因为普京认为把时间拖长 就可以削弱欧美国家的支持 但是他们要说普京错了 他们不但没有迅速的击败乌克兰 也没有打击到北约 那这就是美国他们想要对俄罗斯传达的讯息 不过另一方面呢 欧盟的轮值主席国瑞典他们也表示说 现在俄罗斯被冻结的数十亿美元的资金 可能会用于在乌克兰的重建工作 这也是欧盟为了乌克兰开先例 但是他们要确保这样子的运用是合法的 北约防长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 那么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透露 乌克兰可能在春季展开大反攻 不过西方情报评估呢 俄罗斯空军还保持八成的战力 正在乌克兰边境大量的集结战机 比如会议上 乌克兰防长一脸没开眼笑 一见到媒体还神秘兮兮 拿出胸前的绿色手帕给记者瞧一瞧 原来手帕上一有两架战斗机 乌克兰防长显然对他爱不释手 一有机会就拿出来给镜头拍 用战机手帕 博板面确实高招 现场波兰防长也跟进话题 希望西方别再犹豫 波兰之所以紧张 是因为俄罗斯近期也派出三架军机 靠近骚扰 逼得驻守当地的荷兰 也升空两架F35战机 不过美国说 暂时看不出俄国空军有异常的举动 相比战机更重要的 还是先让乌军学会使用鲍二坦克车 多亏波兰提供的每周六天魔鬼特训 乌克兰士兵短短一个礼拜就展现初步成果 士兵们对鲍二更是赞誉有加 但机器是良好的质量 最重要的是 我的战士们喜欢它 在平时时 乌克兰官方倡议媒体特别介绍德国 昔日的测试影片 当时军方人员在炮馆前摆上一杯啤酒 移动时竟能不动如山 除了稳定度一流 Bauer的弹药威力也很惊人 120mm 刀用两种军事 一线线效果 用钞 一刀钞 另一是一枚大剂的军事 Bauer 2A6 用了更加移动的军事 三种方法 一线效果 一旦后一旦的影响 一旦时 一旦在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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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以大量傷亡換取想要的戰果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 密立話說得更難聽 他形容俄軍淪為炮灰的慘況 根本像是賤名 俄羅斯到現在人不斷鼓勵人民打仗 就連哈薩克的親俄城市都開始幫忙募兵 但內容卻令人感嘆人命不值錢 烏克蘭這邊也有壞消息 美國SpaceX執行長馬斯克宣布 將限制烏軍使用旗下的星鏈系統 他聲稱這麼做是為了避免將衝突升級成第三次世界大戰 TV新聞 綜合報道